新汉灿烂最新的剧集大家都在吐槽说 女主承哨商的智商降到了负数 因为虎福的事件她太不懂事了 很多朋友都说进宫之后的承哨商感觉让人顿时好感 要举一次说也算是符合这个角色人设 本来就没有享受过母爱的承哨商 此时将皇后视为母亲了 她也想关心皇后 只是不知道关心则乱 她那种心情能理解只是不懂宫里的路数罢了 不过今天我们不来提剧情 来说说剧中几个黄金配角 年轻时候的古装可不输赵鲁兹 萧元一 曾黎 十年难得一遇的大青衣 在剧中让人又爱又恨的阿母萧元一 刻上不少人气红了眼 但是阿母硬生生凭借着自己的美貌躲过了网爆 要知道萧元一的扮演者 可是十年难得一遇的大青衣曾黎 年轻时也曾是在宗戏的美人堆里杀出宠围的小花 岁月不败美人 四十五岁的曾黎出现在荧幕上 依旧是曾经中西校园里美得夺目惊人的青衣 说起青衣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但你知道吗 梅兰芳就是著名的青衣名爵 青衣是中国戏曲中淡航的一种 因所扮演的角色常穿青色褶子 而德明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 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贞洁烈女之类的人物 能够被称之为最美情依 自然是美貌与才华并存于一身的人 曾黎虽为小花 但她的曝光度与热度却是完全比不上与她同级的同学 一部分原因在于机遇上 另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曾黎并不上镜的面向上 她眼球略小导致容易眼白过多 会自带胸相 并会出现一种令人感受到不屑一顾的感觉 加之中庭过长 上镜会显得脸长且窄 因此曾黎的长相在现代剧中并不吃香 而是更加适合法式繁复的古装造型以及戏剧造型 曾黎最有名的一个角色 要属新聊斋志一里梅三娘这个角色 曾经的梅三娘对爱情抱有深深的期待 还没有黑化的时候那真是千娇百媚 再一句绝世美人都不为果 后期黑化了也不影响美貌半分 那种黑美人的风情显露无遗 不得不说曾黎的形象真的很适合古装 她的气场和精致的面庞能将任何古装衬托起来 如今45岁的曾黎人至中年 岁月依旧后代她 她还是美得一如往昔 桑顺滑 温温柔柔白月光 彭杨饰演的三叔母在剧中出场时间并不长 但却让人印象深刻 她不像成少商的母亲一般只看到了成少商的调皮 而是看到了她身上的闪光点 柔和又温婉 聪慧又达观 很难不让人爱 彭杨在这部剧中的扮相十分大气 很有当家女主人的风范 但气场上又没有肖原衣那么凌厉 与三叔父这对碧人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心地好 人又美的彭杨 也难怪三叔父对她如此上心了 不过唯一让人出戏的是 彭杨饰演的三叔母是姿色平平的人设 这样的高颜值放在剧中都能排得进前三 只能说抛弃三叔母的男人眼神实在是不好使 彭杨的首次爆红离不开流星雨系列的热播 但自此之后 彭杨却没有接戏到手软 而是不温不火了许多年 当年荧幕上的惊鸿 也与彭杨的个人气质脱不了关系 联想而精致 眉眼弯弯自带温柔气质 高调而又鲜柔的身材 不论是古装或是现代装造 都十分惊艳耐看 如果不是在《新汉灿烂》中彭杨戏粉不多 必然会抢走其他女演员的光芒 宣皇后 同磊 大吉温婉 绝是佳人 在《新汉灿烂》中同样圈粉无数的 还有同磊是盐的皇后 不同于以往影视剧中的皇后善耍心机 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和太子盘算 同磊饰演的皇后则是不争不强 心地纯良道 让人不忍心对她说一句重话 尽管这样的皇后人设 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欺负 但在同磊的诠释下 却能够从皇后的身上 感受到母仪天下的大气和沉稳 浑身散发着母性光辉 只不过这一角色 后续的命运走向十分凄惨 这样的性格生在帝王家 难免身不由己 也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 同磊自出道以来 多以君律题材的主旋律作品 相信不少观众对同磊的印象 都还停留在亮剑时期 彼时的同磊 满脸的胶原蛋白 少女感十足 虽然不是一眼就让人惊艳的美女 但却十分耐看 也独有东方美人的韵味感 其实同磊最美的还是古装扮相 就像这部剧里面 所展露出的风情一样 同磊年轻时在 《隋唐英雄传》里的李荣荣 堪称风华绝代 虽然不是第一眼美女 但是越看越有韵味 在一种古装女心里 她的脸属于很有辨识度的那种 不需要和任何人做对比 只要她一站在那里 就会吸引观众的目光 同类也不负众望 将自己的美貌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最近热播的两部古装戏中 又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她 与君出相识 恰似故人归中 敢爱敢恨的亲姬 《心汉灿烂月生沧海》中温柔贤淑 端庄典雅的宣皇后 都让人印象深刻 霍君华张童 风风颠颠的霍君华 是《心汉灿烂》中 最让人看不透的角色之一 她看起来的确像是 受了不小的刺激导致发疯 但通过一些细节来看 她又并非不记得过去的事情 更像是在装疯 霍君华这一角色 演绎起来难度不小 她装疯后 把自己当成刚刚吉吉的少女 因此形式作风上 会更倾向于小女孩 这就需要张童用扮嫩的方法 诠释角色 不得不说张童的完成度很高 再加上本身外形上 没什么年龄感 一身清爽的古专反倒十分少女 张童的古装造型 一直都让人十分惊艳 在《至尊红颜》中 其饰演的王皇后 古装扮相简直美过女主 而在《心汉灿烂》中也不例外 在中年女演员的行列 张童的颜值也足以排进前三 文修君 马亚书 在《心汉灿烂》中 文修君这个角色 被很多人吐槽是伏地魔 前妻不过子女的前途 帮助小王爷谋反 后期弟弟把罪名推给他 让他背锅 最后被一杯毒酒赐死 这个女人可以说美则美矣 却毫无头脑 人到中年的玛雅书 外形与过去有很大差别 让人险些认不出 但不得不说 古装扮相 还是能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她本人气质 甜静柔美 但演艺反派 却更加犀利跋扈 年轻时的玛雅书 才是真正力压女主角的存在 即便是朱英 在玛雅书面前都要失色 完全是古装剧的颜值天花版 玛雅书最美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 还是萧十一郎里的风四娘 那吹唐可破的肌肤 那清纯的造型 让人念念不忘 还有戏游记后传里的白莲花 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实在是让人很心动 玛雅书的脸小而精致 整个人的气韵绝佳 穿起古装来 非常的有仙气飘飘的感觉 袁夫人胡小婷 这一标承哨商 被萧元医馆的头不过去 但另一边的袁善健 却有一个连自己的婚姻大事 都丝毫不在意的母亲 胡小婷饰演的袁夫人 戏份很少 但每次都给观众一种清新寡欲 看透世俗 不染世俗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 别看剧中的胡小婷 男演老太 年轻时候的她 可是话一般的青春少女 《眼睛水灵》的不淑赵薇 五官柔和 将古典美人展现到极致的同时 又增添了几分活泼的灵气 总之 可惜了 袁夫人剧中的戏份不多 不然观众也能在她的脸上 看到她年轻时候的影子 总之 《星汉灿烂》做一部 有着丰富宅斗元素的作品 在女性角色的选择上 可以说是非常出色 观众关聚时 会觉得 《星汉灿烂》越看越上瘾 也是因为剧中的演员 从主角到配角 都是颜值和实力的强者 如今电视剧还在热播 也希望这些演员们 能保持现在的状态 将之后的精彩剧景演得更加出彩